一到秋天,大家就會覺得皮膚特別乾燥 要轉用一些比較滋潤的護膚品 但大家又知不知道原來大腸都會變得乾燥 接下來,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多人都關心的話題 便秘了 相信大家身邊總有一些朋友受便秘這個問題困擾 究竟是否吃多些菜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這麼簡單,為什麼臨床上又會有這麼多病人因為便秘來看病呢? 其中有一部分的人,他們無論吃了多少高纖的東西都不能解決便秘的問題 問題的關鍵又在哪裡呢? 接下來,我就會跟大家一起去認識一下中醫是怎樣看便秘的 根據中醫診斷學,便秘是指大便秘結不通,排便時間延長 又或者是有便意,但是排出不暢的一些病症 它是屬於腸道的病便,雖然它的表現是很單純 但是它的成因就可以很複雜 一般我們會由病人臨床上的表現,將便秘分為四種 包括熱臂、寒臂、實臂、虛臂 首先講一下熱臂 熱臂臨床上的表現,一般是大便比較乾潔 小便也會比較黃 它會口乾、口臭、利胎會比較厚膩 排便的時候,有時候當門會有赤熱感 如果吃完麻辣火鍋,但又會便秘,多數都是這一種 這一種便秘只要喝一些盧匯伴風物 一般都可以解決到